现在日系SUV也开始疯狂降价了 已经学到了美系SUV的精髓了 居然从18万一路跌至8万多 狂降10万 不仅是性价比王 更是省油耐用王 非常适合我们家用 第一款 丰田丰兰达 在管车的名气也是非常的大 销量方面自然不必多说 而且新款车型也是已经上市 分为燃油版和混动版本供你选择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在管车现在降价很疯狂 指导价高达12万5800的18万4800 目前优惠能够达到21000 优惠后入门级版本也才10万出头就能够拿下 在价格这一方面 这款车还是很良心的 而它的混动版本优惠后的价格是12万8800 都是能够让你自由选择 但如果只是家用上阿班代步的话 那么它的2.0升CVT版本也是非常的合适 毕竟171匹的马力开着也确实很可以 而如果说你经常跑长途 那么你就需要考虑它的2.0升混动呢 它能够低至4.7 动力也是随叫随到 要知道丰田的混动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的有名 质量也是非常的稳定 另外在空间方面 这款车也是非常的可以 质量4米485 轴距2米640 虽然底盘方面不是强有独立权架 但是车内的空间不逊色CRV 最关键的是 日系车现在也开始注重安全性了 这款车居然搭配了6个气囊 台海显示 上坡辅助 抖坡环降等功能 能够为你的自家出行提供安全便利 有人觉得现在这款车真的是太良心的 三大舰也是非常省油耐用 价格方面也是非常合理 我们上班族入手准没错 第二款本田宾制 新款车型也是已经上市 取代了之前的1.5T无论增加放弄机 全部换成了1.5升CVT 动力虽然没有之前强劲 但是却非常省油耐用 而且马力也是能够达了124 智取行驶 它的表现也是很不错 而且后期的仰值整美 要比之前的1.5T更低 空间方面依然是那么的宽敞 包裁方面的颜值依然是那么高 卡囊4米380 轴距2米610 做机后白 这款车的优势不逊色本田耗影 而且车里的配置也是非常够用 无气囊 胎案报警 两种驾驶模式切换 无二式启动 等等等等 都是能够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现在价格方面也是一降再降 在之前定价高达18万 现在一路跌至8万多 这个价格非常适合我们穷人去入手 而且入门极高配 所以神经会入手这款空间大 三大件耐用 价格合理的宾置吗 第三款本田耗影 这款真是出了名的性价比高 从之前的26万 现在一路跌至13万多 诚意非常的足 而且新款车型也是已经上市 相比之前的价格上涨了3万 那要考虑它的老款车型合适呢 动力方面也都是才能1.5T CVT 马力能够达193 起步也是非常的快 优化也是非常的低 后期的养车成本更是不用多说 买日系车不就是充着这一点来的吗 开的确实很不错 外观方面的颜值也是非常的高 可以说是三款车型里面最好看的 车里面空间也是最宽敞的 达4米716 轴距来米701 底盘标配强有独立悬架 车里标配7个气囊 现在的好影可以说是走起了性价比的路线 入手也是非常的划算 对此你还会傻傻考虑本田CRV吗 以上三款日系SQV 性价比都是非常的高 车在街都是非常的耐用 非常适合我们上班族去入手 对此你更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